这是一个被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曾经有三位官家少年 在汴京城比邻而居 可是那一天 他们不得不分开 师妻 我爹爹不做宰相了 他要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这个送你 这不是你最宝贝的东西吗 这样 郑轩你就不会忘了我和阿珠姐了 以后如果还能再见 我一定送你我最心爱的东西 离京的少年逐渐成长 也逐渐向往的传说中 狭棋纵横的江湖 但好勇斗狠的少年一期 终于让他与父亲爆发了争吵 那丸库四处作乱 我只是为您除害罢了 一报之报 你又与他合一 你忘了我说过的话吗 不正是你说的 用天下人之忧吗 我成奸服弱 合错之忧 我不服 少年带着伤痕与梦想 踏上了江湖之路 追寻自己心中的道义 本来是来武林大会开热闹 没想到就能与你们重逢 十七 看你一身官服 怕的是个朝廷的走狗吧 哼 圣野 你不似年少时那般可爱了 现在做事说话这许多规矩 没意思得很 重逢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那一晚 一帮凶徒突然出现结杀三人 回首的 竟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名门肃劳 什么江湖好侠 不过披着君子的皮 做此等肮脏事 这武林 不闯也罢 当年我驻黄承司杀你全家 也未曾寻得是前朝刀法 今日 定要在你等漏网之鱼身上问个明白 是家旋 你们快走 看着姐姐倒下的身影 少年第一次意识到 曾经无比向往的江湖 或许想象的不太一样 而黄承司的爪牙 又在不经意间步步逼近 当年灭门凶案的真相 也逐渐呈现在两位少年面前 师妻 没想到那东西就在你身上 原来当年 原来是为此才留我一命 承轩 玉佩你还带着吗 一直贴身带着呢 其实 这玉佩有个秘密 少年自此知晓了船室双刀的秘密 却也与挚友身离死别 这玉佩能带你寻得刀法 大英王 带着我们的理想 活下去 这家传的斩马刀 我也终于可以托付给你了 少年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刀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那三把宝刀将在他的手中 开辟属于从刃的道路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订阅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